大家好,我是易南天 欢迎来到易博士水风讲堂 这段时间有很多的学员朋友在装修 装修最烧脑的事情 莫过于客厅的搭配和布局 他们说希望易老师给大家一些装修和布局上的建议 我们讲客厅是一家人交流共享的空间 也是一家人待客接屋的场所 是船屋的焦点 客厅还要具备长风聚气的柴位作用 所以很大程度上主要了房子整体的随风性质 我们能够从客厅的装饰、摆设、颜色上 看出一个主人的修养和个性 也能反映出这个住宅的旺以衰 有学员说 老师,我五星是恶木的 是不是装修时都要用木呀 其实不养 材料的使用不要一概偏上用某种材质 金、水、木、火、土 五星的元素都要应用 这样才能够使五星流通 当然如果你是恶命的朋友 那么在装修时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木的元素 但前提是五星要搭配流通 客厅的墙面和天花板不要用反差强烈的色调 高光和金属材料不要过多的使用 只能作为点缀 否则会干扰磁场 有阿姨生性的健康 接下来这节课的重点 我们来学习下住宅的座相和客厅的色彩搭配上的关系 客厅的色彩除了美感和个人喜好之外 还需配合住宅的座椅相 这才是让家宅更加协调兴旺的秘诀 客厅在南面的房子 由于南面向阳 彩光充足 所以应该采用宁静清雅的色调 不要太鲜艳和刺眼 否则对钱财和健康均补利 还有坐南向北的房子 北边的阳光比较少 叫为阴寒 北边的外向也是外需而内需 所以客厅不宜留有太多无用的空间 要饱满充实 否则容易遭遇是非 客厅在西边的房子 太阳吸血之后就没有了光线 容易产生一种失落感 客厅一浅一宽 可以多用绿色的色调来增加风机 有花木装饰 带有一些动态的摆设最好 坐西向东的房子 太阳升起的时候 就让阳光照到客厅之中 客厅的色调会比较明亮 但是不要过量 白色调不可以采用超过总面积的 四分之三 或者三面都有一大窗 就是说东南南面都是大窗的话 那叫做采光过量 那么容易导致家庭由女主人来掌权 对家人的男性男人都不利 做东北像西南的房子 西南的预兆时间比较长 气温相对也比较高 客厅不宜太宽阔 可以采用米色土黄色 咖啡色等等 这样的装修比较好 做西南像东北的房子 东北是阳气出生的地方 预兆的时间 春夏秋冬香区都比较远 家具可以用一些厚重的材料 电器设备方面可以多摆设一些 可以采用黄色或者原木的色彩来装修 这样事业上会比较顺利 做西北像东南的房子 东南的预兆是最为正常的方向 客厅可以明亮宽敞一些 尽量采用大面积的米白的颜色 可以使得人变得聪明灵秀 如果暗色调太多 会非常的压抑 不利于小孩子读书 也不利于家人健康 我们讲东南像西北的房子呢 我们知道西北呢 寒气重 客厅呢 一浅一宽 而且呢 最好明亮 布局上呢 要有柜权 庄重滑柜一些 可以适当的搭配绿色的色调 多花木 盘栽等等 装饰会更好 我们上面所讲的就是 是如何让客厅装修布局上 和这个自然环境 更加协调兴旺的方法 和一些结窍 希望呢 能给大家一些灵感启发 和帮助 好了 这节课呢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呢 大家在生活中呢 有类似的问题 也可以直接的私聊我 谢谢大家